李幸藝對寵物一向都很有愛心 自己就有領養兩隻外貓 這日牠出席一個聖誕慈善動物活動 也鼓勵大家有能力的話 都可以作出領養 望真點 Gene這隻手原來受傷 而各種原因都跟這日活動有關 我昨天為了這個活動 來拍一條宣傳片 在現場有六七隻不同尺寸的狗狗 也有一些貓在這裡 跟我拍片的是一隻很小隻的 很漂亮的貓貓 我想牠心情有點緊張 因為現場有很多其他的狗 突然間我們拍攝的期間 牠突然發脾氣 牠就掙扎想走 牠就咬了我很多次 還有捏我 那一刻我都有點嚇倒 我就抱牠抱得很緊 因為我怕牠如果掉落地後會有意外 或者到處去 牠抱得很緊 然後就喝給牠咬 之後我一直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直到我看回自己的手 原來流血了 現在我手上多了十個洞 但都可以的 沒有甚麼大礙 Gene說自己有學過急救 所以當時第一時間自己處理傷口 叫大家無需太過擔心 同場的拍天男同樣都是這麼愛惜寵物 Adam家裡就有一隻一歲大的狗狗 接下來還打算為愛犬 約其他朋友的小狗 一起搞個聖誕派對 但Adam就說不覺得自己是個好主人 說真的我不是一個太好的爸爸 因為工作不忙 所以首先他不夠睡 我去工作的時候他又哭哭亂 第二回到家 我又要休息 他又沒有那麼多時間教他 不過我都教到他兩樣東西 暫時可以教他stay、sit和go 簡單 吳兆軒都有現身活動 最近他就有份參演 由關錦彈撿到的短片 還有幸與影后葉童合作 他就說過程令他獲益良多 關導演那裡我是跟葉童姐姐一起做的 然後張叔平先生、叔展 因為這是一個短片的project 他會去做一些跟煙之客有關的事 是一個挺有情懷的短片 在那個膠袖裏面都會發覺 葉童姐姐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演員 即是他一舉手一頭捉 他就已經是那種 他嘗試去演那種舊年代的氣色 那種疑幻似真的感覺 那些全部都很好 然後因為是關道 再加上叔展 我自己都挺滿意的 因為他們真的捉得我很好 很感激他們 蕭軒又說到希望未來有機會參演動作片 現在都有上課兼勤做運動 隨時把握機會演出 我喝醉了 你喝醉了 我喝醉了